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夜空中的明月因为古来中外各种传说的缘故显得亲密 但实际上它与地球的相距遥远 人类对它的探索和研究从来未曾停止过 近日天文学界发表了一项关于月球的新研究成果 指出在地球人眼中似乎亘古不变的月球 其实正在经历冷却收缩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冷却收缩时会发生什么 月球会变小吗 会造成什么影响 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空局的月球勘测轨道器拍摄的照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月球正在缓慢收缩 这导致月球的地壳产生了皱纹以及月震 地球不同 月球没有构造板块 取而代之的是因为月球内部 在过去的几亿年中一直在冷却 导致了表面在收缩时起皱现象的发生 与柔软的葡萄皮收缩成葡萄干的过程不同 月球的脆皮会在收缩时破裂 当地壳的一部分向上推动并越过地壳的另一个封闭部分时 会形成阶梯状悬崖 这被称为冲断层 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悬崖遍布在月球表面 平均有数英里长 几十码高 自2009年以来 该轨道器已经拍摄了多达3500多张照片 1972年阿波罗17号宇航员尤金·塞尔南和哈里森·施密特 必须通过将月球车弯成只字形来登上这些悬崖之一 即李林肯断崖 研究表明和地球一样 月球在地质构造上仍然很活跃 在我们的地球产生地震的同时 月球也会产生月球地震 之所以发生这些月球地震 可能是因为月球正在经历冷却收缩 在收缩的同时还在颤抖 地球上的地质构造活动 诸如地震和火山活动等 都是由地球内部融融物质 搅动所驱动的地壳构造板块 移动所形成的 然而月球比地球要小得多 因此此前人们通常认为 月球在很久以前 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冷却下来了 所以月球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地质构造活动 前提是如果有的话 然而来自2010年 美国宇航局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的高分辨率图像显示 月球上有一个由数千个断层组成的网络 并且这些断层的年龄似乎不到5000万年 研究人员虽然并不知道 月球的地质活动持续到有多晚 但他们认为这些断层是月球存在的地质活动的证据 这些断层被称为陡坡 从月球表面上看 就像小阶梯状的悬崖 当月球内部冷却和收缩时 月球外壳的一个部分被推到相邻的部分上 由此形成了陡坡 新的研究表明 这些断层可能仍然活跃 该研究的科学家们分析了 宇航员在阿波罗时代登陆月球表面的仪器数据 以及美国宇航局月球勘测轨道器收集的最新数据 阿波罗11号、12号、14号、15号和16号机组人员 在月球表面共放置了5个地震仪 这些仪器成功地发现了1969年至1977年间的28次月球地震 这些月震可能是由构造断层的摩擦引起的 震集在里市1.5至5级之间 从理论上来说 其中的一些浅层地震可能是由月球断层活动造成的 而不是小行星撞击所致 而这些地震的震源位置和深度并不清楚 研究人员说 这意味着阿波罗地震仪记录了月球的收缩 并且将对阿波罗地震仪数据的研究 以及对超过12000张人造卫星照片的分析 发表在了《自然地球科学周一》的杂志上 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月球勘测轨道器 项目科学家以及作者约翰·凯勒表示 看到将近50年前和月球勘测轨道器执行任务产生的数据结合起来 不仅增进了我们对月球的了解 而且同时给出了研究月球内部过程的未来任务目标的建议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研究人员认为 月球上仍然在发生震动 这意味着正在进行活跃的变化 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地球与行星研究中心的高级科学家托马斯·沃特斯表示 我们的分析提供了第一个证据 即月球上的断层仍在活跃 并且如今随着月球继续逐渐冷却和收缩 仍然可能产生地震 其中一些地震可能相当强烈 大于相当于五级里市战级 一些地震也发生在月球轨道上 离地球最远的某个位置 这个现象表明了由于地球引力产生的潮汐硬力 可能导致了月球地壳的硬力 研究作者兼马里兰大学地质学助理教授 尼古拉斯·施莫尔设计了重新分析 阿波罗数据的算法 并且在一份声明中说 除了地球以外 通常不会在其他地方看到如此活跃的构造 认为这些断层可能仍会产生地震 是一件多么兴奋的事情 研究人员在明亮的斑块底部的滑坡 和巨石轨道照片中注意到了其他证据 这表明了发生的活动 随着时间的流逝 月球表面会由于风化和辐射变暗 所以亮点是暴露在月球表面上活动的区域 施莫尔说 对我来讲 这些发现强调了我们重返月球的必要性 我们从阿波罗任务中学到了很多 但实际上 这些任务在月球上进行的只是划抓表面 通过更大的现代地震仪网络 我们可以在对月球地质学的理解上迈出巨大一步 这为未来的登月任务科学上了提供一些非常有希望的唾手可及的成果 美国宇航局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行星地震学家 以及研究和著者雷尼韦伯表示 在月球表面建立一个新的地震仪网络 应该是人类探索月球优先要做的事情 这种做法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月球内部的更多信息 也可以确定危险地震存在的数量 然而月球正在冷却 变得越来越小 2010年通过月球勘测轨道器的图像 科学家发现月球内部冷却时像葡萄干一样萎缩 这也是首次看到月球收缩的例子 在过去几年中 由于月球内部温度降低 直径已经缩小了50米 月球收缩时会起皱 形成逆冲断层 导致一部分表层地壳向上推过另一层地壳 现在月球表面散布着数千处悬崖 断层崖与阶梯状悬崖相似 高数十米延伸数公里 月球地震的引发就归因于断层 根据分析的数据和算法 28次浅层地震在月球图像中可见 且月震并不轻微 相当强烈 里氏震级大约有5次 甚至可以达到里氏5级地震 在这些地震中 其中有6次发生在断层附近 当时月球位于远地点 而滑坡事件由地球内部潮汐阴引起 说明月球处于地壳构造活跃起 不过月球并不是太阳系中 唯一随着年龄增长而缩小的星体 NASA指出 水星表面具有巨大的逆冲断层 长达600英里 高度超过1英里 比月球萎缩的更明显 月球冷却收缩有什么影响 研究人员指出 在阿波罗时代的登月仪器 发现的28次月球地震中 有8次月震的震中 位于被称为逆冲断层的地质构造内 这8次月震 很有可能是由于月球地壳 受到全球收缩和潮汐力的挤压 产生的硬力累积 导致断层滑动 而最终引起的 研究人员指出 发现月球正在冷却收缩 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发现促进了人类对月球的了解 同时也为人类未来研究月球内部过程的任务 指明了方向 同样科学家指出 阿波罗时代收集的地震数据 有助于人类确认月球 今天很可能 仍然处于地质构造活跃状态 而潜月震的位置和时间 与已知的年轻断层之间的联系 进一步证明我们的月球是一个活跃的世界 那么小伙伴们 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